大麻工廠案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當時警方到了這個豪宅的地下室 破門公間 這一處住宅 其實位在桃園市的龍潭區社區住宅裡面 當時警方透過了準備要出門的 這個嫌犯 把他壓制住之後 順利的從地下室公間往上 而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得到 其實在這棟透天措裡面 幾乎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 這個種植大麻設施以及提煉的 這一些器材 根據警方了解 其實以謝信為首的 這個六人犯罪集團 其實他們利用這個大麻 把這個母株最高可以分株 到40株的大麻株 這一些原本的大麻 應該是大約100公分 不過經過了這個分株之後 大約高度只有一半50公分左右 所以透過了矮化這個大麻的 種植了更多的這個大麻 以確保可以獲利更多 警方發現 因為嫌犯主要活動範圍 以桃園地區為主 因此屏東縣的警方 特別跨區320公里 往返的640公里 才將這個犯罪集團順利整破